首先我们踏上电源 接上空压机更奇怪 现在我们把这个调得很松 调得最松 再锁上去 为了便宜 等一下调那个拖泡的压力 从上往 从底往上调节更细明显 现在我们把它搬过来 先把要出泡的瓶放进去 做了一个卡板 也可以买那种 放进去的卡板 也可以 先把螺丝锁上 把锁锁进 这个可以用螺丝刀 搬着加固一下 现在我们来调节压力 温度我们一般调到40到50度 然后现在我们来调节压力 首先把这个转换开关 打到自动位置 开始进去 然后通过调节 后面的这个调压阀 顺时的拧紧 让压力慢慢的变大 先拔出来 顺时的慢慢的调 以后突然只能够 分量器开始启动了 一般调到4-5公斤 然后时间我们一般炒20分钟 20分钟 倒到20分钟以后会自动排气 排完气以后你就可以把门打开 然后把那个要除泡的瓶拿出来 为了变异演示 我们把时间先调短一点 现在是10秒钟 10秒钟以后自动排气 就相当于我们平时射到20分钟或者十几分钟 大大是在地上排气 这样气压排完以后 一般温的安全体现 把打开排气位置 再开开 慢慢地打开 打开它首先不要急于扳开 让它有点缝 万一里面仪表有问题的话 里面有气压的会危险一些 OK 再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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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